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乙翰坤 今天和大家聊聊聊我们来岛的杜伦航线 我们六条刺牌杜伦航线 即将在2021年3月31日间戒门 我们来岛的居民都对他们有很大的期望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做一个街头访问 看看大家对他们有什么意见 事不宜迟了 我们现在去做个街头访问吧 期望他做好一点 不要经常脱漏 票价都很贵 在里面的原居民可以有些优惠给他们 票价 每个都是票价 其他都可以 减价好 期望票价可以低一点 因为快船来说有少少贵 三十几 本身我做开飲食界的 比较野兽 万一真的回答不到12点半 真的要等到三点才好 都是迟迟来 班期方面你觉得足不足够呢 可以增加多一点 之后早那段时间 加多一班会好些 8点半的班 最好加大船 不要小船 如果船上的卫生情况 或者码头的卫生情况 是不是都满意呢 洗手间那里 真的需要改善 有时候进去 也有大小热变 未必充得到 可能那个位 改善会更好 其实我们的居民比较简单 在新的道轮合约 会不会政府都可以考虑 直接补贴我们的居民 出门的时候 票价能够更加合理呢 对于2021年4月1号开始的新合约 是很希望它的服务能够有所改善 如果你对道轮服务都有意见 有对新的船公司 和新的道轮合约 有些期望的话 请留言给我们 看完记住 赞好分享 留意我们的Facebook专页 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谢谢